这条消息是来自于新闻晨报的文章标题 麦当劳指大众点评网半价团购是虚假 文章说仅售9块9价值19块5的超值团购套餐 全国119个城市704家门店通用 那么昨天打开大众点评手机APP的时候 首页置顶的麦当劳团购活动是相当吸引人 而当天下午2点 麦当劳官方微博和麦当劳中国官网 发布的从未和任何网站开展团购业务合作的声明 让很多人都傻了眼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大众点评网也随即发布声明 称和麦当劳之间沟通存在一定问题 并承诺会负责到底 但问题是文章也提到了 虽然大众点评承诺负责到底 消费者的疑虑仍然难以消除 粗略估算一下 大众点评网当天已经预收到了 大约220万元的流动资金 即使最后网站承诺全额退款 退款周期内的利息收益 也是相当可观的